人体器官的英文单词和例句 这些都是英文的基本功 我先念一下 先看看 猜猜意思 She has long black hair He wears a hair piece to make his own hair seem thicker Just a count on the back of her hand The child is born with a hair lip It squirted down on his hunters And began to take a nap Then put your hand out of the window The doctor listened to her heart This new shoe shrub against my heels She burkled the hip when she fell Your man has a large round hunch on his back 这些都是人体器官组织 当然第一句是送分体 头发 头发叫集合名词没有负数 它当作一个神体 可是有人说我看过有加S 当然可以 就当成个别一根一根的也可以 所以 可属名词没有问题 最麻烦就是不可属名词 不可属名词两种 一种它就是不能加S 另外一种是它当个体是可以 就是非常抽象的名词它就不能 但是它抽象有时候可以当个体 像American一般不加S 当个别美国人就可以了 它有一头长长无黑的秀法 它带了 它带了 我们就这样穿或者带 它 不讲是穿 还是带了一个hair piece 跟头发有关系 那是不是一件头发呢 可是 带了一个头发 一件这个讲不通 然后可以让它的头发看起来更浓密一点 所以这hair piece叫假发 假发好几种 现在工艺很进步 有的是枕头的假发 如果你是光头 光头或头发真的太少了 就整个假发 有的时候你头发只是哪边少一点 叫做 叫发片 一片一片 可能都是假发 hair piece 假发 一件头发 头发你就自然会在头上 你做出来一件 那再带上去那肯定是假发了 就是cut cut 就切嘛 一般动词也可以当名词 就是伤口 或切什么东西 就是当名词 就是在我 这个当中的问题 在我的手背 手的后面 没有讲手的后面 就是手背 手心手背 我手背 有一个被切伤了 被割伤了 这小孩子呢 出生就有一个hair lip hair是复合字 就是兔子 兔子的嘴唇 所以我们叫兔唇 这样没有问题 兔唇 就是蹲 所以很多英文学的已经不错 跟蹲下也不会 square dance 这样就往下 就往下蹲 当然蹲也不可能往上 加一个down就更清楚 当然有可能不加down 你可能屁股往左右移动 所以加一个down 比较更清楚一点 蹲下来 hunch 就是屁股 所以英文这个讲屁股 但是不少 屁股蹲下来 beginning take a nap 就是take a nap 就是一般 小睡一下 假妹一下 觉得工人啊 这对 这个跟我们生活法则不符 你应该坐下来睡啊 躺下是最好 你都蹲下来睡 但也有啊 有人蹲下 也睡着想 take a nap 就是想睡一下 不是真正的睡觉啊 可能 眯一下眼睛 眯一下 真的睡着 搞不好睡个五分钟 十分钟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就醒来了 比如午休的时候啊 不要把你的头伸到 床户外面啊 好 比如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没有啊 没有 一个是从哪里过来啊 那 那 这 听他的heart 这边加了heartbeat 更好 就听掉 因为你说医生听他的心 什么意思啊 听他心跳嘛 要 要拿个听诊器嘛 听你的心跳 所以 古代中医也是望闻问切 就是用三根指头啊 按你的这个 手把的地方 看看你高 比较高端的 看他摸 他就是用手指啊 所以西医是用听诊 用耳朵听 古代的中医嘛 现在中医也有啊 就是 用手指啊 就是 感觉你的心跳 是不是快慢 或者是强弱啊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规律啊 都需要做个判断 这些新鞋子呢 rap就是摩擦 again就是对抗 对敌 也可以靠 靠着啊 这些意思啊 就是 磨破了 磨破了 磨破了我的脚跟 我们叫后脚跟 heels 那brook的弄断啊 或者中断啊 他的hip 你看也是屁股 hip也是屁股 到他 掉下来的时候 你说屁股怎么会断掉 屁股里面还是骨头啊 真的 重击力很大的时候 屁股肉当然是痛啊 可是里面骨头 有可能 也不一定是整个屁股里面的骨头断掉 这太严重 有可能会滴啊 有时候没有断 可是你就是觉得骨头会痛 它有一点小裂缝 但有时候自己没有注意 有点小裂缝 自己会愈合 大一点裂缝就比较麻烦 这老人家啊 有一个很大的圆的 圆的hunch 什么东西 在背上 我们叫駝背 就是駝背 駝背 螺锅 中国大人叫螺锅 但hunch 也不一定是螺锅 它有时候小一点 就是隆起的肉 我们叫肉锋 如果大的话 就像駝背 转成肉球 大肉球 但有时候小一点 不一定 就是肉球 肉锋的意思 这几家哲评